今天亚龙将道福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这个电站是四川省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项目 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大型抽水蓄能电站 道福抽水蓄能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道福县 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 年发电量达30亿千瓦时 电站建成后将在提升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促进新能源科学高效开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电站安装6台35万千瓦的可逆式机组 一天可存储电量1260万千瓦时 可满足200万一天的用电需求 道福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长指海拔4300米 电站上下库最大水位差超760米 是我国运行水位落差第二高的抽水蓄能电站 工程建设极具探索性和挑战性 道福抽水蓄能电站是亚龙江流域水风光 一体化基地重大项目 目前该基地已投产水电和新能源装机 近2100万千瓦 按照规划 2035年示范基地全面建成 装机容量7800万千瓦 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清洁 可再生能源示范基地